段子玉以为我喜欢她 每天对我忽来换去像条狗一样 殊不知我根本不喜欢她 对她好是为了还她家的恩情 某天段子玉抢过我手里的情书 说要跟大家分享我对她的爱意 我见到你的第一眼就深深被你吸引 我喜欢你亲爱的梁晨 太阳烘烤着地面 拂过的微风都带着灼热的异味 下课铃声刚刚打响 坐在我后座的段子玉就踹了我的凳子一脚 我今天要吃餐厅里面的菜 哦 好 我回过头看她 就见她低着头打着游戏 说这句话时连头都没有抬起 这次我没有像平常一样 第一个冲出教室 只为了让段子玉快点吃上饭 我慢悠悠地走出去 慢悠悠地走出校门 等我从餐厅里面回来 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 段子玉等得满脸的不耐烦 甚至旁若无人地在教室里抽起了香烟 她望向窗外 阳光洒在她的身上 远远看去好似一幅画 生怕惊扰到她 当然这都是假象 果然下一秒她转过头看向我 语气里是满满的不耐烦 快点啊 我都快饿死了 我将饭菜放在她的桌子上细细地摆好 陈寅道 你先吃 那我就先走了 段子玉将香烟摁灭在桌子上 褐色的眼眸看向我 你买这么多 我一个人吃了完吗 坐下来一起吃 我想拒绝 但当触及到她的眼神时 我止住嘴坐了下来 你不知道我不喜欢吃辣椒吗 段子玉紧皱起眉头 然后将辣椒全部放在我的碗中 我忘记了 我解释道 段子玉不喜欢我的这个解释 从她微眠起的嘴角里可以看出来 我沉默地吃着饭 心里却有另一番打算 她父亲资助我上学的钱 前些日子我已经全部还了回去 如今我已经不欠什么了 更加不欠段子玉什么了 我也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但是突然跟段子玉断了也不太好 全学校的人都传我喜欢她 或许就连段子玉也是这么想的 我寻思用一个月的时间过渡一下 而今天是第15天 段子玉放下筷子 摆弄了两下手机 随后道 我今天晚上有一场篮球比赛 我抬起头看向她 就见她的黄色的头发正迎风舞动 我明白她说这句话的意思 于是我说 我知道了 瞬间段子玉明媚地笑了起来 连带着勃梗间的项链都跟着摆动 晚上6点 段子玉顿了顿又补充到 我轻点了下头 表示知道了 每次段子玉打篮球我都在场 不是在给她拿衣服 就是在给她拿水 当然在周围观看她比赛的女生 不会因为我给段子玉拿东西而嫉妒我 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 我只是段子玉的一个死心塌地的跟班 段子玉这辈子都不会喜欢我 当时的我站在卫生间的隔间里 不禁有些失效 我从未想过段子玉会喜欢上我 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再说我也不喜欢段子玉 当时终止向下午6点时 我正在甜品店兼职 正明年的学费 我没有前往篮球场 甚至为了段子玉找我 我把手机都给关机了 晚上10点我将手机开机了 上面显示段子玉只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我平静地将那通电话删除 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了从前的我 从小我就没见过我的父母 我是跟着我的奶奶长大的 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 只知道每次我考的全班第一时 我的奶奶就会笑 于是我拼命地学习 努力地考的第一名 只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 我所考的的第一 总会让奶奶愈发地沉默 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夜色下 手里拿着我的卷子 每次抬手都是擦去眼泪的动作 这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 我的第一名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又小的我和年迈的奶奶 我们没有任何的经济收入 可是上学需要钱啊 事情出现转机 是在一个冬天 有人找到我说 她愿意资助我上学的所有钱 我不可置信 那一刻仿佛有一个巨大的烟花 在我的头顶绽放 但事实是没有那么简单 她要求我考上她儿子所在的学校 并且要在学校里面监视她 有任何问题及时告诉她 没有办法 如果我不答应 我将面临退学这一条路 这一切都是我选择的 我承担这个后果 验我不喜欢的高中 读我不喜欢的大学 醒来时天空才蒙蒙亮 从学校的群里 我知道了昨天晚上的事情 昨夜段子欲打篮球 竟然输给了对面 群里面竟然还有当时的视频 一个一分钟左右的视频 我想了想 然后点开了视频 视频里面 她穿着白色T恤 黑色的短裤 与她青春气息的穿搭相比的 是她阴沉的脸 她好像在找些什么 目光环顾四周 又很快收回 垂在一侧的手钻的紧紧的 我像往常一般来到学校 但在走进教室后 我没有像往常一般 走向我经常坐的位置 而是坐在了最前排 刚坐下我就感受到了 周围投来的目光 我平静地拿出书本 坦然地接受 上课铃声刚打响 段子玉就踩着铃声走了进来 她穿着黑色的皮质外套 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帽子 彻底遮盖住了她黄色头发 她静止往我经常坐的位置走去 猛地她顿住了脚步环顾四周 我能感受到 她落在我身上的目光 但我始终都没有抬头 我不知道段子玉是怎么想的 但我希望她能明白我的意思 或者是去 在第一节下课时段子玉 暴躁地走出了教室 后来也没有回到教室 之后整整两天 我都没有在教室里面见到她 同时我也在心里松了一口气 看来摆脱段子玉这件事还是很快 这天我像往常一般走进教室 却一眼就看见了 坐在我位置上的段子玉 她褐色的毛子紧紧地盯着我 伸手倾点了两下她身侧的位置 我轻轻地吐出一口气 走了过去 同时她也将自己的腿 从凳子上拿了下去 我能感受到周遭看热闹的目光 这些天有很多人都在传段子玉抛弃我了 不要我这个小跟班了 还甚至说是因为我想要占段子玉便宜 把段子玉给恶心到了 所以才会彻底抛弃 我很佩服他们的想象力 怎么了 我轻声问道 上课我没有书 你不知道吗 我轻敏了下嘴唇 在你桌堂里面呢 我那天放进去的 你为什么要坐在这里 那里配不上你啊 段子玉多多道 那里离黑板太远了 你为什么那天没有去看我打篮球 段子玉顿了顿又道 你知不知道你不来 就没有人给我拿衣服了 当我很大事 我睡过头了 我将准备好的话 一一回答给了段子玉 我以为她会暴跳如雷 毕竟我从未有过这种情况 段子玉让我凌晨三点起来 我绝不会三点零一分起来 然而段子玉 却因为我的这番话 平息了她的怒火 但很快 她又微皱起眉头 那你怎么不早说 说什么 我真诚地发问 算了 没什么 段子玉咀嚼着口香糖侧过头去 不再与我四目相对 之后的段子玉 没有再跟我说话 而是趴在桌子上开始睡觉 她不需要听课 就可以拿到毕业证书 明明是冷酷的面容 却拥有卷翘纤长的睫毛 好似一只玉飞的蝴蝶 我正出神地想着 段子玉猛地睁开眼眸 好看吗 我慌乱了一开眼睛 有一种被抓包的心虚 段子玉却突然轻笑了起来 她没有一直追问我 而是低头摆弄了两下手机 然后道 晚上我去赛车 你跟我一起去 段子玉没有给我拒绝的选项 晚上八点她带我来到了赛车场 因为段子玉的到来 周遭瞬间欢呼出声 甚至有女生尖叫出声 玉哥 你来了 周旺揽住段子玉的肩膀 笑道 我今天特意给你组的局 很多赛车手都来了 段子玉扫了我一眼 然后抬手拍拍周旺 咱们今天都是带女生 来的 那咱们就带女生一起去跑 怎么样 段子玉的话音刚落 我瞬间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说她怎么早上的时候 没跟我发火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 我扯动嘴角 对于段子玉这种幼稚行为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果然段子玉没有选我 而是选了人群中的某个女生 段子玉看着我 嘴角挂着玩味的笑 我站在原地 跟热闹的人群相比 格格不入 夜里微凉的风拂过我的身旁 我知道有很多人 在看我的笑话 如今这个笑话也看见了 我正打算离开段子玉的身侧 突然被人喊住 你愿意跟我组队吗 我刚好缺一个女伴 我循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就见她站在离我几不远的地方 黑色的毛子注视着我 风将她白色的衣衫吹得鼓动 你愿意吗 随即我回过神 下意识地说了句 好 周遭有一瞬间的寂静 随即窃窃私语的声音传来 我静止走向她的身边 与段子玉擦肩而过 我没有去看段子玉的神情 同时也不知道她的心中所想 我叫梁辰 梁辰挑了下眉 朝我伸出手 梦鹤离得近了 我嗅到了她身上的 飘散来的香水味 轻烈又不缺失厚重 我轻轻握住她的手指 微凉的触感 却让人联想到了 夏日的冰淇淋 她的副驾驶子 只给她的喜欢的人做 只是在某天段子玉 跟别人打赌打输了 而惩罚就是要求她开着爱车 而副驾驶要载上我 或许这是他们能想到的 对段子玉最恶毒的惩罚 毕竟所有人都知道 段子玉最讨厌我 讨厌我的阴魂不散 讨厌我的死皮赖脸 当我知道这个事情后 我开始同情起来段子玉了 在喜欢的赛车上并载上我 简直是恶毒的令人发指 我本以为段子玉会恼羞成怒的拒绝 心脏在这一刻抛向半空中 我只有紧紧地抓住胸前的安全带 才不至于尖叫出声 我几乎是从车上爬下来的 双腿发软用不上力气 段子玉看见了我的这副惨样子 她只淡淡地冷哼了一声 任由我在那里拼命地干呕 从那天之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那台赛车 我想那台赛车 对于段子玉来说或许是屈辱的标识 我回过神 抬头看向梁晨 坐过一次 梁晨轻点了下头 嘴角微微上扬 这次我带你体验不同的感觉 一个赛车还有两种感觉吗 我表示疑惑 随着一声枪响 周围的赛车都如同离弦的剑 全力向前出发 梁晨却没有全速前进 他用匀速向前开去 我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风 看见了点点星辰 铺满整个夜空 这一刻仿佛时间都跟着停止 我其实很喜欢坐车 在我郁闷的时候 我总会去坐公交车 投下钱 然后一直坐到终点站 那个时候我其实什么都没想 只是望着窗外 我烦躁难过的情绪 就会全部抚平 我侧头看向梁晨 我知道他是在顾及我 怕我承受不住 全速推进的车子 梁晨 我在心里轻声念了一声 他的名字 接着微弱的月光晴 洒下来的月灰 我仔细地打量起他的样子 不似段子玉那般 含有攻击性 是那种越看越觉得好看的类型 梁晨猛地转过头看向我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我慌乱地转过头 心脏在匀速的车内 剧烈地跳动起来 我沉浸在这一刻 以至于我没有看见 梁晨涵的笑意的毛子 段子玉不高兴了 这是在我一连三天 被段子玉的刁难中 明白过来的 我微塑起眉头 一时间 我还真想不出来 我哪里得罪到她了 或许我能想出来 我但实在是不愿意去想了 我将买回来的饮料 放在她的桌子上 刚转身就被段子玉喊住了 站住 又怎么了 我已经跑三趟超市了 就是再有耐心 也快要耗尽了 段子玉将饮料 扔进我的怀里 一字一顿 我不想喝它了 你去给我买咖啡 那个 给我也带一杯杯 周旺顿着打游戏的手 抬头看向我 空气里有一瞬间的静止 我还没说话 段子玉直接一脚踹在了她的桌子上 愿意喝自己买去 你没有腿呀 我错了玉哥 我错了 周旺抬起手 表示投降 我垂下眼眸 对于段子玉的行为 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总是这样阴情不定的 快去买呀 段子玉转过头朝我说道 我微微用力地攥紧拳头 长时间的服从里 我都快忘记了拒绝二字 我抬起头与她对视 我不想去了 段子玉觉得不可思议 孟赫 你在说什么 我说 我不想去了 顿了顿我补充道 我是一个人 我也会累 段子玉长时间注视着我 太阳奚落下来 橘黄色的光芒 晕染半面天空 滚 我抬起脚步就往外走去 刚走两步 又听段子玉在我身后咆哮 孟赫 你要是敢走出这个门 你以后就别再想靠近我 这句话落进我的耳朵里 我只恨不得立刻跑出去 段子玉一直都是一个 说话算术的人 她脾气不好 还能拥有朋友 就是这个原因 只要是她答应朋友的事 就一定会办到 所以我觉得 我是真的再也不能 靠近段子玉身旁了 这个认知 差点让我半夜笑出声 我终于不用 给她跑腿拿衣服 让她像狗一样使唤了 时间终于都是我自己的了 我可以自由地安排 上课 吃饭 去兼职 只是这天 我竟在甜品店兼职的时候 遇见了良辰 想要点些什么 蛋挞吧 这道声音有些熟悉 我下意识地抬起眼眸 就见竟然是良辰 我还未说话 就听她叫出我的名字 梦鹤 我点了点头 声音放得很轻 谢谢你那天替我解围 小事 良辰装作无意地开口 这两天 段子玉好像心情不太好 晚上天天去喝酒 我不清楚 我想了想问道 你和她是朋友 不是 只是偶然间认识的 良辰回答得很干脆 我点了点头 将装好的蛋挞递给良辰 用餐愉快 谢谢 良辰机会弹踏 两个人的指尖处碰到一起 我抬起头 刚好与她四目相对 从她瞳孔中 我清晰地看见了自己 紧张又忐忑的自己 我闪躲开良辰的目光 刚要开口再说些什么 我口袋里面的手机 就响了起来 是一个陌生的电话 我下意识地接听 然而还没等我开口 周旺就抢先道 梦鹤 段子玉发起了高烧 让她去医院 她怎么都不去 要不然 你过来一趟吧 我沉默了一瞬 我也不是医生 我去她的病也不能好 周旺的呼吸声 有一瞬地静止 紧接着她又到 你就来一趟呗 随便带一些退烧药过来 段子玉高烧烧得可严重了 周旺似乎生怕我拒绝 话音刚落她 就将电话给挂断了 我听了那头传来的嘟嘟嘟的声音 无力地感觉袭上心头 我不知道段子玉是否真的发烧了 但我全部都赌不起 虽然那些钱我已经还完了 但毕竟恩情还在那里摆着 如果没有她父亲提供的钱 我连学都上不起 我轻轻地吐出一口气 在心里告诉自己 这是最后一次 要不我陪你过去吧 梁晨看向我道 抱歉 我不是故意听你电话的 我摇了摇头 扯出一抹僵硬的笑 没关系 我抬起头看了一眼时间 马上就到下班的时间了 我脱下围裙和帽子摆放在一旁 我陪你一同过去吧 外面正在下雨我有伞 我抬起头看向梁晨 拒绝的话怎么都说不出口 透过玻璃望向窗外 我看见了浓稠的黑夜 听见了细细利利的 拍到窗户上的水声 太多次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顶着黑夜回家 清冷的月光落在我的身上 孤独感在这一刻无处遁形 在我还小的时候 我总是一个人自言自语 好似身侧有人在陪着我 我想说什么都可 咦 他永远都不会反驳 也不会泄露出去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早也不会这样 我怕别人以为我是疯子 但多数时间 我都是沉默地向前走着 破烂的情绪埋在心里 等待着 他会在某一天生根发芽 那会不会很麻烦你 我垂着目光 不跟与他对视 怎么会 我求之不得你麻烦我 我猛地抬起头看向梁晨 就见他的眼眸如星辰地望着我 柔和的灯光落在他的周身 将他衬托得如同下 反拯救黎明的神 梁晨撑着伞走在我的身侧 雨滴拍打在上面 如同在弹奏一首柔美的曲子 我可能要去药房一趟 买一些推烧药 没问题 梁晨如是说 我借着月光打量起他的手指 无缘无故地 竟然想到了 牵上去触感 是否和今夜一样 微凉又带着甜蜜 等我到达段子宇所在的住址时 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我进去了 我朝梁晨挥了挥手 梁晨点了点头 也朝我挥了挥手 我刚印想门铃 周旺就立刻将房门打开了 你终于来了 他笑得不怀好意 我刚走进去就听见了 剧烈敲打游戏机的声音 我抬头去看 就见段子宇好生生地 坐在沙发上打着游戏 一点都不像是生病的样子 并且沙发上坐着不少的人 当他们看见我走进来的那一刻 瞬间啊出声音 脸上写满了对我的可怜 我知道我又被骗了 段子宇将游戏机放在茶几上 随即大笑地侧过头 来来来愿赌服输 我就说梦鹤肯定会来吧 周围的人朝段子宇开口 讽刺的却是我 我还以为他有骨气了 这几天都不粘着你 没想到是玉具还赢啊 我垂着头 这里面的空气让我窒息 我将买来的退烧药放在茶几上 沉默地转身离开 我一步一步地走出别墅 冷风鞋带着雨滴落在我的身上 我狠狠地打了一个哆嗦 你还好吗 梁晨将雨伞置于我的头顶 声音里难掩担心 我发誓我没想哭的 只是这一刻 喉咙里翻涌的色意 怎么都忍不住 我本想说很多 问他怎么还在这里 想说我很好 话未说眼泪却先掉落了下来 我是一个人 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面对那些讽刺和稀落 我也会伤心也会难过 梁晨将外套脱下来 劈在我的身上 他什么也没说 只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后背 随着情绪平静 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我红着眼眶不敢去看梁晨 你喜欢段子玉吗 梁晨问道 不喜欢 我顿了顿又道 你信吗 信 你说的话我全部都信 我真是不知道段子玉是怎么想的 回到家之后 我收到了他给我发过来的消息 那天你不去给我买咖啡 今天我也捉弄了你 咱们一笔勾销 我扯了扯嘴角 然后将他的消息删除 眼不见心不凡 我低头看向手中梁晨的外套 刚才在楼下的时候 我忘记还给他了 离得近了些 我嗅到了他衣服上的 飘散过来的香水味 我第一次好奇起香水的牌子 竟这般的吸引人 我重新打开手机 点开刚家的梁晨微信 抽出半晌 你的衣服还在我这里 梁晨回复得很快 我知道 那就先放在你那里吧 我微微用力地攥紧手机 决定将衣服洗干净后 就还回去 因为梁晨是隔壁外语学院的学生 我不知道他的课程都在什么时候 于是我在给他送衣服前 我主动联系了他 他告诉我 什么时候都有时间 主要看我什么时候方便 那中午可以吗 当然 我看着屏幕上梁晨回复 给我的消息 心里泛起甜蜜 嘴角无意识地上扬 上午时段子欲没有过来上课 我也乐得清闲 下课铃声刚打响 我就拿着已经装好的外套 走出了教室 再去往外语学院的路上 心脏止不住地加速跳动 紧张的情绪无处安放 离得还有一些距离 可我还是一眼就看见了 站在校门口的梁晨 他穿着黑色的衬衫 微风将他的发丝轻轻撩动 他在那里来回躲着步子 心里猛然出现一个念头 或许他同我一样紧张 我故意放慢脚步 悄无声息地来到他的身后 梁晨 我张口朝他喊道 梁晨顿住脚步 他转过身看向我 这一刻阳光落在他的背后 为他的周身镀了一层光 你来了 等很久了吗 我将外套递给他 没有 梁晨轻摇了下头 你还没吃饭吧 不要我们一起去吃饭 我没有拒绝的道理 我喜欢跟他待在一起 我知道一家烤肉特别好吃 我带你去 好 我轻声开口 只是万万没有想到 在吃饭的时候 我竟然遇见了周旺 周旺带着一帮朋友 浩浩荡荡地走进来 他一眼就看见了我 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 随即他将目光落在了梁晨身上 眸子微转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我看着他嘴角的恶意 我就知道他没按什么好心 周旺比段子玉还要讨厌我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就因为我曾拒绝过他的表白 我还记得 当时周旺对我说的话 他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我 说我就是段子玉的一条狗 用什么资格拒绝他 他喜欢我谁给我面的 我看着他无能的咆哮 只觉得搞笑 他比我还要可怜 于是从那天起 周旺处处都针对我 并且还总是在段子玉面前 添油加醋地说我坏话 我挑了挑眉笑着与周旺对视 并且还抱一只虾 放在了梁晨面前 果然下一秒 周旺的脸色就阴沉了下来 嘴里不知道在嘀咕些什么 我巴不得他去告状 最好是让段子玉愤怒到 要跟我老死不相往来 果然周旺去告状了 因为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接到了段子玉的电话 他在那头心诗问罪的开口 你昨天跟别人去吃饭了 你不是知道了吗 我反问道 段子玉有一顺没有说话 似乎是被我噎到了 紧接着 喂 你什么态度 我轻叹出一口气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就挂了 段子玉在那头似乎很生气 很长的时间里 他都没有说话 晚上八点来我给你发的地址 你要是不过来 就别怪我去抓你 说完 段子玉立刻就挂了电话 好像谁先挂掉电话 就赢了一班 段子玉似乎生怕我忘记了 晚上七点 他就开始给我发消息 要求我八点准时到达 我实在是被段子玉催烦了 直接将手机静音了 八点我准时到达了段子玉 发给我的地址 这是一家KTV 我走进去跟前台 爆出包厢号 就有人领着我往楼上走去 随着包厢的门被推开 我一眼就看见了 坐在沙发上的梁晨 紧接着 我又看见了仰靠着的段子 随着我的到来 音乐声被关掉 周旺提出说 要玩一个有意思的 干唱歌多无聊啊 周围的人群在起哄 我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 要不咱们玩大冒险吧 摇头子 点数最多的人 要求点数最少的那个人 好 来玩 我不想参与这种游戏 但是架不住他们的目光 落在我的身上 好似我不玩 就是一个罪人 我坐在梁晨的对面 他发现我在看他后 抬起眼眸 朝我绽放了笑意 这抹笑意 在我忐忑不安的心里 有了着落 当我的所摇出来的 头子字数为一时 我就知道我输定了 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摇出头子字数 最多的人会是段子余 他轻笑地抬起眼眸 看向我 紧接着 他又侧过头去看梁晨 嘴角微微勾起 我想到他会刁难我 但我没有想到会是这般 他慢悠悠地说 有没有人愿意亲共喝一口 周围瞬间一片哗然 坐着的男生 每个人的脸上 神太个异 段子欲要的 就是这个效果 他就是想接个机会告诉我 没有人会喜欢我 没有人例外 让我看清楚 时间好似都在此刻静止 每呼吸进肺部的空气 都如同石头压在我的胸口 放在腿上的手指 控制不住地用力钻紧 然而就在这时 梁晨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身 他无比自然地走到我的面前 然后在我面前缓缓弯下腰 与我平视 当稳落在我脸侧时 他听见他小声地朝我道歉 我借口去卫生间急忙站起身 慌乱地逃跑 我没有去看待常人的神情 因为我的脸颊爆红 连耳朵都不能幸免 心脏在胸膛里如同打鼓 我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镜子中眼眸波动的不像是自己 我打开水龙头 将手指放在水下冲洗 脑海里却不自觉地想起 凉成嘴唇的触感和温度 我轻轻地吐出一口气 烘干手上的水滴 却不料我刚走出卫生间 就看见了靠在墙壁上抽烟的段子鱼 我垂下头绕过他就想离开 段子鱼大步地朝我走来 一把拉住我的手腕 我觉得他莫名其妙 还没等我说话 段子鱼的手指就触碰到了我的脸颊 他食指用力地妈撒刚才凉成亲过的地方 细微的疼痛让我紧皱起眉头 你干什么 我偏过头躲开他的手指 你怎么能让他亲你 段子鱼大力地攥着我的手腕 嘴角绷成一条直线 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 是你先为难我的 是你让别人亲我的 我提高音量将这句话说出 眼泪却先不受控制地上冲 段子鱼沉默地望着我 很久他都没有说话 我的眼泪速速地落下 我本以为我早就已经不在乎了 原来其实那些伤痛全部都藏在心底 不去看似乎就能藏一辈子 今天是我不对 段子鱼闪躲开我的目光 不自然地开口 对不起 这是段子鱼第一次跟我道歉 只是心里的痛并没有因这句话而消散 我沉默地擦干眼泪 将胳膊从段子鱼的手里抽了出来 静止朝KTV外走去 我不怪段子鱼 我谁也不怪 怪一个人太累了 我刚回到家就接到了梁晨的电话 他在那头焦急地开口 问我怎么没有回去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以及最后他又朝我道歉 抑郁的心情在接起他的电话时 阴霾开始消散 你真的不用和我道歉 我身体有些不舒服就先走了 那就好 你没事就好 我轻笑着 下次我请你吃饭 很快暑假如约而至 而我也很喜欢暑假 我既可以逃离开段子鱼 又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去兼职挣钱 接到我奶奶打给我的电话时 我才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哈哈 今天是你生日 记得吃一些好的 别亏待自己 奶奶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飘渺带着思念的滋味 我知道的 奶奶你最近身体还好吗 我挺好的 你别担心我 我忍住喉咙里泛起的色意 吸了吸鼻子 那就好 我的奶奶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我很幸运 中午的时候梁晨给我发来短信 问我 今天什么时候下班 我以为她是找我有事 我急忙回复了她 晚上六点 就能下班 好 我过去找你 梁晨的一句话 让我整个下午都处于兴奋当中 每次看见梁晨我都会很高兴 六点钟 梁晨准时出现在了甜品店门口 她站在外面对着玻璃 朝我挥了挥手 我小跑出去 抱歉 刚才有人来买东西 我迟了一点 梁晨摇了摇头 笑道 我们去吃饭吧 我订好餐厅了 好呀 天很快就暗了下来 我们坐在餐厅里 暖黄色的灯光 落在我和她的身上 随着柔美的钢琴声传入耳畔 服务员推着蛋糕 在我的面前停下 我错愕地抬起头 看向梁晨 她薄唇清奇带着笑诣 生日快乐 梦鹤 紧接着梁晨又将一份礼物 递给了我 一点心意 希望你喜欢 谢谢 我眨了眨眼睛干涩的眼睛 希望眼眶中的热意可以退下 这么多年 梁晨是除了奶奶外 第二个同我说生日快乐的人 心里的情绪很复杂 既高兴又感动 还有一丝西季 梁晨是不是也喜欢我 蛋糕很好吃 吃进口中化进心里 又泛起细细蜜蜜的甜意 回到家后 我将礼物小心翼翼地拆开了 里面竟然放着的是一瓶香水 心脏好似被抛向空中 我有预感 这就是梁晨身上的常喷的香水 我轻轻地将它朝空中喷了一下 果然是那个味道 我将它贴在胸口 喜欢梁晨的这件事 我再也骗不了自己 第二天 我照常去上班 晚上回来时 我却在我家楼下见到了段子余 她站在昏黄的路灯下 细微的尘埃在光束中飞舞 她垂着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她听见了脚步声 猛地抬起头看见是我后 眸子里闪过一瞬间的欣喜 梦鹤 她大步朝我走了过来 我顿住脚步 无可奈何地转过头看向她 又怎么了 昨天我去比赛了 今天我特意起早赶回来了 我微皱起眉头 一时间不知道她想要表达什么 段子余笨拙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条手链 她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声音也越来越低 生日快乐 这算是那天的弥补吗 一把拽过我的手 强硬地将手链放入了我的手中 给你一句收着 好了 我走了 段子余压低棒球帽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我喜欢梁臣这件事 就像是止不住地咳嗽 没有办法去控制 我想和梁臣在一起 这个念头浓重又热烈 我想 我应该怎么跟她说呢 思来想去 我将对她告白定在了她生日那天 如果她同意了 我会送给她那份我满是爱意的礼物 如果拒绝了 我将带着的我的爱意离开 盒子里面装着是一支钢笔 还有一封信 信里面将写满我对她的爱意 梁臣的生日在九月末 以至于我从九月初就开始写信 写了无数个开头 却没有一个让我满意的 以至于我扔了很多稿纸 为了不耽误她生日的时候送给她 甚至我在课堂上都写了起来 想到什么就落笔什么 或许是我太过认真 以至于段子余喊我的声音 我都没有听见 直到她拍了下我的肩膀 我才反应过来 但不可避免我被她吓了一跳 紧接着我就抬手盖住了纸上的文字 怎么了 我开口询问 中午一起去食堂吃饭 我摇了摇头 我不想去吃 我中午有些事 段子余的目光 从我手心盖住的纸张上移开 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 好吧 我立刻站起身 将桌子上的纸张放进书包 快步离开 我发现最近的段子余变得好说话了 比如我不想去给她跑腿 或许其他什么 只要跟她开口 她大多数都会同意 有的时候我侧过头 还能与她对市场 她的毛子里装着我看不懂的深意 还有名利要进入秋天了 段子余还在穿夏天的衣服 某次周旺问她冷不冷时 她还说了一句很有深意的话 我不懂 我没有在意段子余的变化 我全身心都在那封信上 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段子余也瞧上这封信 在距离良辰过生日的前三天 我的信被段子余拿走了 我来不及阻止 段子余就将信打开了 你天天写什么呢 不会是写给的我情书吧 段子余高抬起手不让我够到 你喊给我 我愤怒地怒吼 我真的快要被她气死了 段子余却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副别害羞的样子 反正你是写给我的 我提前看看怎么了 单集的所有人都在看着我和段子余 我僵硬地站在原地 半场吐出一口气 决定破罐子破摔 无所谓 你看吧 段子余扬了扬眉 好似在说 你看吧 就是写给我的 段子余将信打开 里面的内容映入眼帘 我见到你的第一眼 就深深被你吸引 我喜欢你亲爱的梁辰 梁辰 段子余又轻声念了一遍 脸上瞬间出现裂痕 周围的人们发出震惊的叹息声 不可置信 清晰地写在脸上 段子余用力地将纸张钻紧 毛子犀利地望向我 我平静地回事 我喜欢梁辰这件事 下午就上了学校的帖子 标题更是写我舔狗不成 又去舔别人 这条帖子火得很快 甚至连隔壁学校都知道了 我平静地看着 想必梁辰也知道了 我的爱情还没开始就落幕了 我正伤心着 手机却猛地响了起来 竟然是梁辰的电话 我深呼了一口气 才将电话接起 喂 梁辰 下楼 我在你 家楼下 啊 我下意识地站起身 从窗户向下看去 竟真的看见了梁辰 我这就下去 我刚走下楼 梁辰就似有感应般地回过头 你找我是因为那个帖子吗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是也不是 我微眠起嘴唇 刚想要道歉 就听梁辰诱导 我也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吧 这回轮道我不可思议了 什么 我说我喜欢你 梁辰朝我走过来 她的身影挡住落日的夕阳 我和她影子紧紧地挨在一起 我震惊地捂住嘴巴 害怕我一出生 这场梦就醒了 可以抱下衣吗 梁辰用力地将我抱进怀中 我听见她剧烈的心跳声 巨大的幸福将我笼罩 那天之后 我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没有见到段子玉 再次见到段子玉 是在我家的楼下 那是从未在她身上 见到过的样子 颓废又胆怯 梦鹤 她叫出我的名字 将我喊住 我转过身看向她 看着她一步一步朝我走过来 毛子里也不再是那般锐利 带着落寞的意味 这一个月我想了很多 我发现 我发现自己一点都不讨厌你 甚至说 我喜欢你 段子玉顿了顿又道 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太多错事 我不可原谅 但我想我为自己辩解 我那个时候不懂事 我不明白什么是喜欢 不懂什么是珍惜 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 我初生打断段子玉 未说完的话 没有机会的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那些钱我已经喊给你父亲了 从今天起 我们就两清了 说完这句话 我转身就想要离开 她却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 脸上是痛苦的神色 别这样好不好 你不能刚让我明白 什么是喜欢 就抛下我离去 那是你的事 我顿了顿又道 而且我已经和良辰在一起了 我觉得我已经跟段子玉 说得很明白了 段子玉却死心 或者说是不相信 她开始像我从前那般 对待她的样子对待我 上课的时候 目光粘在我的身上 只要我吞咽一下口水 第二节上课 我的桌子上 就会摆放好几瓶饮料和水 更可怕的是 当有人背后嚼我舌根 说我其实还是死皮赖脸 喜欢段子玉时 段子玉直接一脚 踹在人家的桌子上 丢下了一句 是我喜欢她 我快要被段子玉搞疯了 从未觉得她是这般的难缠 段子玉甚至出现在了 我兼职的地方 她什么都不做 就只是买很多甜品 然后坐在角落里面吃 晚上六点 梁辰来接我 她牵着我的手 我们一起回家 梁辰送我回到家 我刚转身上楼 梁辰却出乎意料地 拉住了我的手腕 我不明所以地看向她 梁辰拉着我的手 微微用力 猛地她将我拉住怀中 她说 你不会离开我吧 我轻笑了一下 怎么会呢 梁辰微微退开 强势地扶着我的腰身 将稳印在了我的唇上 甜蜜在这一刻荡漾开来 我不知道的是 在我上楼后 梁辰在原地站了很久 站了很久的 还有段子玉 我以为段子玉 坚持不了多久 充其量一个月 毕竟谁能再得不到回应时 还能一如既往呢 然而我低估了段子玉 随着深秋将至 段子玉还是雷打不动 对于段子玉 我也已经练到了视若无睹 不管她干什么 我全部都当做看不见 周日这天 我会全天都在甜品店工作 我从窗户往外看去 没有见到段子玉的身影 心里不禁松了一口气 干活都有动力了起来 然而 当我抬起手臂 想要去购放在架子上的箱子时 突然架子一侧传来声响 很快整个架子朝我压了过来 我错落地站在原地 身体来不及跑 只下意识地捂住了脑袋 段子玉就是这个时候冲过来的 她将我大力地推开 下一秒 架子就重重地砸在了她的身上 喷个一声 段子玉也跟着闷恒出声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来到的医院 等我反应过来时 梁辰已经站在我的身侧 她用力地握紧我的手指 没事的 她会没事的 我没有说话 段子玉躺在地上的画面 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那烟红的鲜血 像是有食指般地朝我爬来 医生很快就走急诊室里走了出来 病人胳膊粉碎性骨折 身体目前并无大碍 直到这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 我真的不想再欠段子玉什么了 段子玉住院这段时间 我和梁辰时常都会去看她 毕竟她是因为我而受的伤 真希望伤永远都不会好 段子玉总是这样开口 那样你就会经常来看我了 我微皱起眉头 如果你这样说 那我明天就不来了 我开玩笑呢 段子玉将目光落在病房外的梁辰身上 重重地冷哼铃声 段子玉病好后 我将那条手链还给了她 因为我不想再跟段子玉纠缠 那样对谁都不好 她用力地钻了那条手链 脸上是我看不懂的神情 梦鹤 躺在床上的这些天 我想了很多 或许喜欢的另一种就是成全 可是段子玉将目光落在窗外 不知不觉竟已到了冬天 天空外正飘着雪花 我打算出国了 如果有一天梁辰对你不好 你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我定扒了她的皮 段子玉说这句话的时候很轻 明明是笑的 可却看着那么苦 你可以抱一下吗 我沉默地望着段子玉 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 段子玉的神情瞬间挥败下去 毛子不再是从前那般肆意 我即将推门离开时 我听见段子玉再次朝我道歉 对不起 我眨眨眼睛没有说话走了出去 门外的梁辰牵住我的手指 给予我的力量 过年前 我和梁辰一起回到了我的老家 我刚走进家门 就看见了我的奶奶 奶奶的视线却没有落在我身上 而是落在了梁辰身上 她就是你在电话里说起的 奶奶的话还未说完 我便重重地点了点头 对 奶奶瞬间笑得更加开怀 哈哈 赶紧将人领屋里 外面冷啊 奶奶给你们做好吃的 梁辰很会哄奶奶开心 饭桌上梁辰吃了很多 一边吃一边夸 我奶奶笑得合不拢嘴 我坐在一旁 竟像是一个外人 春节到来的那天 我还没睁开眼睛 就听见了鞭炮的声音 我也在这一刻有了实感 又过去了一年 但我却觉得 今年比往年更幸福 我爱的人都在我的身侧 我和梁辰手牵手 站在月色下 我们会一起度过很多很多年 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我朝梁辰问道 梁辰眨眨眼睛 手心贴在我的脸颊上 带着笑意的声音 落进我的耳朵里 那是一个关于 一见钟情的烂俗故事 以后我讲给你听 好 我扑进梁辰的怀抱 绚烂的烟花 在我们身侧绽放 全文完